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小心 然后买了一个油温提拉手的时候 我要怎么处理 那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是这样 第一呢就是说你是跟低人买的 还是跟个人买的 跟低人买的话呢 相对就比较容易 你跟它交涉 跟它交涉情况来说的话呢 如果低的比较大 或者说呢 比较有历史 一般来说的话呢 它故意买油温提拉手车给你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它可能很快就帮你修好 所以这倒不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跟私人买了一个油温提拉手车呢 那这样来说的话呢 就相对难度变大 那么我们接下来到第二点 第二点看什么 就是说你跟它买卖的时候 有没有签合同 如果有签合同 就要看合同上面 关于这个车有没有问题 是怎么说的 是不外乎两种情况 第一 它向你保证没问题 第二 它根本没有保证 或者呢 它呢 向你保证说 我的保证 就是我不能做任何的保证 这个车有没有问题 完全不知道 你如果买的没问题 你占到便宜了 因为这个车 外面的行情一万 我卖给你五千 如果你这车买到有问题了 那么算你倒霉 那么如果这样写的话呢 那么的话呢 你就比较吃亏 因为它本身呢 卖着车给你 它都不需要 向你做任何的保证 说车没问题 因为不是新车 这是呢 关于第二个层到第二个层面 说这个合同怎么写的 合同怎么写 就会从法律上决定说 你能做什么 第三 如果合同呢 的确也写说 它向你保证这个保证那个 保证了一大堆 你就会发现它保证的 全部有问题 那么你要怎么处理 第一步 你可以跟它先去交涉 看这个里面呢 它是是不是想来赔偿你的损失 还是说把车拿回去 一般来说的话 它把车拿回去呢 把钱还给你 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所以呢 比较现实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你呢 要去告它 在加州的话呢 如果你呢 去到小要法庭去告 把油问题车卖给你 这么一个人的话呢 最高额度呢 是一万块 那么一万块呢 对于旧车来说 很多旧车呢 是不到一万块 所以呢 可以从 对大部分情况来说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 到小要法庭去告它 挽回你的损失 但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告它的理由呢 是违约 因为在合同里面有保证 那么呢 它保证没做到 就构成了违反合同 里面的这个条款 所以呢 你可以告它违约 但是如果合同里面呢 没有写 或者呢 明确写明 它不能保证你任何事情 那么你去告的话呢 告赢的机率也非常小 所以也不大 所以呢 买卖这个阿手车来说的话呢 我总体来说 以我处理这类官司 这类纠纷的经验呢 就是说 一般来说 被骗的都是买的 没有被卖的 因为为什么 如果这个车 真的车况很好 什么问题没有 外面的横行是一望 为什么卖给你五千 对不对 这个不是脑筋有问题吗 对不对 当然你跟他讲话 你发现他口齿淋漓 思维清晰 脑筋没有问题 那说明是有问题 说明你有问题 对不对 你觉得他傻 其实他不傻 真正傻的是你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遇到这种特别 好像占一个大便宜的情况 又保证这个 保证那个 好像车价特别便宜 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呢 一般来说的话呢 都是一个骗子 一个骗局 这个车呢 问题很多 第四种情况呢 就是说 现金交易 没有合同 然后呢 钱给你 测开了就走 这样来说的话 对这个买车人不利 因为为什么呢 你如果要告他 你有这个法律上的责任 要证明说 他呢违约 你们根本就没有约 也谈不上违约 所以你这方面 你就比较吃亏 是不是违约 你就比较吃亏 第二点 你说我给他一万块 他说你没有 你没给我一万块 因为根据呢 我们那个 转换测诸针的时候 写的不是一万 写的是五千 你只给我五千 实际上你给他一万 你为了省这个税钱 你少写了五千 那么这样的话 对你也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如果你 第一 你如果一口雅丁说 我给他一万 那么带来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呢 就是说 你自己等于明确承认 你实际上 已经违反了家族刑法 你已经犯罪 因为为什么呢 你这个涉及欺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即使你说 我宁愿坐牢 也要把这个五千块 要回来 对不对 我要钱不要命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的话 即使这样 那法官也不一定财气 因为为什么呢 你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 除了你自己讲的话之外 说你真的给他一万块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下词 下词 感谢观看